清华大学庆祝校庆110周年 即在台建校65周年 在校内特别举办清华联谱的活动 邀请医学、政经、艺术、教育、科技 以及跨领域校友代表参加 透过科技艺术等形式 让校友和在校学子留下历史性的画面 历史是连续的 时空是可以互相穿越 现在的校友 他们也从清华的历史得到养分 未来的历史 也就是今天我们正在书写的清华的发展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科技艺术的活动 让清华的新面貌 新联孔、新联谱 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清华的历史其实是1.0 碧露蓝绿 人文汇翠 清华2.0是科技功底 福国利民 我们正在迈入清华3.0 跨域、创新 产生新典范的人才 今天我们呈现了好几位你所想不到的清华人 清华人比大家所想象的更加多元化 作为清华新发展的代表人物 这项科技艺术作品 《时空要引》 以老照片为背景 带领校友们穿梭时空 回到110年前的清华 以及在新竹建校的时光 我们这个互动装置 其实在研发过程的话 就是也花蛮多时间 因为它是透过物联网的系统的方式 还有影像合成的方式 把这个东西组合起来 那在互动模式上 其实我们希望达到一个很亲民 然后让一般的校友们回来 可以穿越这个时空 然后把这些的互动 这个有趣的乐趣带回去 清大今年校庆以跨越创新为主轴 副总统赖清德称许清华近年 大力推动的跨领域双专场 目前已有四分之一 在校生有两种以上的专场 随后副总统赖清德和师生 以及校友一同切生日蛋糕 并高唱生日快乐歌 为清华庆生 我特别跟大家报道 现在国家也正在招募国家队 为国家的经济发展 能够做更进一步的贡献 第一个就是高阶制造 第二个是5G的国家队 第三个是半导体国家队 第四个是再生人员国家队 第五个是精准医疗国家队 这五个国家队 未来清华大学 一定可以提供非常大的帮助 在成功湖上泛舟 是许多老校友最怀念的校园时光 校庆庆祝大会上 毕业31年的校友们 联合捐款1100万元 用于整治校内成功湖水值 以及生态 打造环湖步道 期盼再起游湖等水上活动 台湖新竹万事连猜访报道